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要说的是柯南2019年的最后一个案件 毛利小五郎的盛大演讲会 这是三集联播的动画原创 期间出现了三个被害人 今天一表示死三个而已,小场面 但是这三个被害人有三个凶手 这场面就没见过了吧 这天,毛利小五郎受到一家大剧场邀请 要在台上进行一场演讲 毛利大叔虽然很紧张 但依然不改贪杯本性 在后台小珍,这面队们也来了 不过他们只是来送个节目祝福 如果没什么人死的话 待会就去看球赛了 大剧场的社长顺子女士协同她的经历 对毛利小五郎送上感谢 因为这个剧场刚刚翻新 请来毛利小五郎可以为剧场的二次出道宣传造势 接着来打招呼的是活动方的员工 阿黑阿红和戴眼镜的小牙妹子 他们也没什么事 只是为了让我们观众野熟一下 随后负责保卫工作的大叔长也闻名而来 和毛利客气寒暄 不得不说,一千多级的毛利大叔 地位和一百多级比就是不一样了 不管是复古豪生还是政界名流 都要给几分面子打个招呼 这都是一千多级的尸体堆出来的成就 接着出场的是一位也要上台的 名叫朱月剑一郎的演员 他已扮演警察和侦探文明 最为人乐道的 是他扮演的角色 总是在悬崖峭壁上解明真相 其实这是一位现实中的日本演员 传越鹰一郎的梗 显然朱月剑一郎这个名字也是来源于他 和前面三批出场的角色不一样 朱月君言行轻浮 态度自负 看起来像很难活到下一集的那种 最后出场的还有一个老头 他正在门口的走廊上发火 众人未见其人心闻其声 原来这个老头是大剧场的前经理 因为他手持拐杖 我们就叫他老固执吧 老固执已经退休 但是他对县社长的剧场翻新品位很不满意 而且说不过就想动手 整个一老炮 算了我们还是叫他老炮吧 可以看出老炮的出场很有存在感 以动画原创这种毫无心机的剧情 这个人等下不是被杀 就是杀人刺激 这时演员朱月君出现 阻止了老炮的撒野 动作依旧浮夸 然后又转过身阴阳怪气的嘲讽 负责保卫的大树桑失职 难怪当初会被辞退 大树桑脸色一沉 说我当初会被辞退 还不都是因为你 出现了不为人知的旧日恩怨 以及无法解决的当下矛盾 事情开始有意思了 究竟谁会被杀呢 这时老炮表示 我不行了 打人打得我喘不过气了 小牙妹子便扶他去休息 眼看毛利的演讲即将开吹 众人各自回到休息室做准备 侦探队的不美光艳元太赶紧闪人 赶去看球赛 会员却叫柯南 说随后就过来 但是就在二人准备动身的时候 却听到了员工阿红妹子的惨叫 原来阿红去给朱月军送咖啡时 怎么喊朱月军也不开门 往下一看 却发现朱月军的房门下 竟然渗着一滩血 柯南想要开门 却发现房门被什么堵住了 于是他跑到朱月军休息室的窗户边 从窗口往里望去 果然堵住房门的是朱月军凉透的尸体 该来的还是来了 毛利小五郎瞬间酒醒 搜查一刻也立马赶到 会员却告诉柯南 球赛就要开始了 这里就交给警察吧 我发现会员还是不懂洗衣机 球赛怎么可能比凶尸案更吸引他 朱月军是被刀子插进心脏而亡 一同报废的还有一只怀表 怀表的时间停在2点50 警方推测这就是案发时间 休息室的房门被尸体堵住 窗户在众人破窗进来前也是繁琐的 也就是说案发现场是一间密室 员工阿黑提供情报 说2点50之后 进出剧场的只有三个小孩 其实就是不美源泰光燕他们三个 也就是说凶手此时应该还待在剧场里 这时柯南发现案发现场的地板上有拖痕 看来椅子是被拖到门边的 椅背上还有一个被抵住过的痕迹 柯南星说这密室手法也忒简单了 我已经看出来了 有意思的是一同看出手法的 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跟过来的小牙妹子 活动方表示虽然发生了密案 但暂时还不想取消节目 最多推迟一个小时聚办 反正毛利大侦探在这里 破案应该会很快 木木警官对此觉得不妥 但小牙妹子突然冒出来说 凶手可能还在剧场里 此时散场的话就会把她放走 就不能问中捉鳖了 木木警官对此表示赞同 你已经是个成熟的警部了 能不能有点主见 青夜警官过来汇报 不在场证明的排查情况 结果是只有前经理老炮在案发的时候 没有不在场证明 毛利表示没错了就是你了 至于这个密室杀人的手法 我已经知道了 不会吧 是真的吗毛利老弟 没错 其实就是老炮嗓 把被害者搁在椅子上 然后就用一个棍状物 也就是他的拐杖 抵住椅子 助自己脱身 密室也就形成了 虽然这个手法极其简单 而且是毛利大叔提出来的 但是柯南却给了好评 没错 跟我想的一样 没想到吧 这次毛利大叔对手法的解释 居然是对的 谁让这个手法真的很简单呢 感谢动画组 这次没有强行给大叔降制 但是小牙妹子又突然冒出来 表示 你说的那个老炮我服过 他的年龄很大 身体很瘦 应该是完成不了 做密室的动作的 一言以蔽之 他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老人啊 众人纷纷表示同意 但是老炮似乎看不下去 自己要被洗白了 突然说 不会是毛利小五郎 我心服口服 但其实我真的没有杀朱岳君 因为我有不在场证明 是吗 因为那个时候 我去杀别人了 我的妈呀 何硬核的不在场证明 根据老炮的证词 警方找到了被老炮杀死的 社长顺子女士的尸体 果然科兰里当社长的人难逃一死 经过侦查 女社长脖子上的戳痕 确实是老炮似的拐杖留下的 其实老炮 如果你不主动说的话 尸体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被发现 对此老炮给出的理由是 因为我是用拐杖把社长戳死的 既然毛利小五郎 根据朱岳君死亡现场的痕迹 就想到了拐杖 那我在社长的身上 留下的拐杖痕迹 肯定也会让我再接难逃 所以我就主动承认了 这么一听还挺有道理的 所以你们高兴吧 这时负责保卫的大树桑表示 我刚刚接了个单 能不能先走了 反正我也不在场证明 但是木木警官说 不行 虽然老炮承认了罪行 但不代表他一定就是杀社长的凶手 而且时间都还没搞清楚呢 木木警官 我们查到时间了 原来是监控摄像头 精准记录了老炮作案的时间 你看看 这就是动画原创 每次没啥说服力的时候就办监控 监控上的时间 正好是朱岳君的怀表时间停止前后 也就是警方黑色的朱岳君被杀的时间 恭喜老炮终于拍出了杀朱岳君的嫌疑 但是确定了是杀女社长的凶手 动机正如之前那样 老炮实在看不惯 女社长的父亲留下的大剧场 被女社长廉价翻修 风格还龙 哦 所以你就杀了人家的女儿 而且说好的手无腹肌之力呢 这一棍子就把人戳下去了 而且还要翻过一个骑凶的栏杆 这臂力已经超过柯南里99%的凶手了 可是现在问题就来了 朱岳君到底是被谁杀的呢 2点50左右 除了去杀人的老炮 其他人都有不在场证明啊 其实我很想说 从坏掉的怀表停止的时刻 就锁定了案发时间 太武断了吧 这手法倒退到90年代都算过时的 这时会员又问柯南要不要去看球赛 这样撬掉的话 不好向不美他们解释 话说柯南又不是第一次为案件 撬掉侦探队的约会了 动画组不要强加互动啊 这时柯南发现 朱岳君被害的现场多了一样东西 那是用石头压住的杂志纸片 看样子是被什么人从窗户放进来的 而且是案发之后放的 于是柯南和小艾来到第二个案发现场 果然也找到了石头压住的杂志纸片 纸片上刊登着什么内容 就在柯南思索之时 小牙妹子又突然冒了出来 说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你快去告诉毛利先生吧 就差直接告诉柯南 这玩意儿是我放的 而且跟毛利先生有关了 柯南于是乖乖的去告诉了毛利 但是毛利表示 这只是恶作剧 我都懒得看 就让一旁的小牙妹子眉头一皱 众人还在想朱岳君的案件 由于时代解不开不在场证明 于是众人决定 从那个抵住椅子的棍状物入手 这时又是小牙妹子给出提示 我们不能老想着拐杖 其实现在已经有一种 方便携带的伸缩拐杖了 那不还是拐杖 等等 说到伸缩的棍状物 我记得负责保卫的大树桑里 曾经是一名警卫 想必你依然保持着 随身携带警棍的习惯吧 哈 我摸 啊 没错 我是带了警棍 那又如何呢 毛利先生 没猜错的话 你的警棍是可伸缩的 如果你把警棍穿长后 用来抵住椅子 也可以从密室逃脱 所以我们要查一下 你的警棍是否和椅子上的痕迹吻合 请配合一下吧 大树桑 大树桑从容不迫 嗯 有点道理 配合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的警棍之前被偷了 刚刚才突然回来的 所以我的警棍 刚刚去做了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可南里终于出现了一个 会诡辩的选手 你这明显就是借口啊 可是案发时间 我还有不在场证明啊 木木警官 我们发现案发时间 往前十分钟的时候 大树桑没有不在场证明 那又怎样呢 你倒是拿出证据啊 呢 大树先生 你的衣领上闪闪发光的是什么呢 叮 依我看 那是怀表的碎片吧 其实怀表不是在猪月局怀里弄坏的 而是被你拿出来另外弄坏的 所以怀表停止的时间 并不是作案的时间 这下你的不在场证明也没有了 而那怀表的碎片 就是你杀人的证据 这个证据出现的也太突然了吧 我怎么有种 大家合伙嫁活大树桑的感觉 大树桑竟然就放弃了挣扎 承认了罪行 一年前 我受到雇佣负责保护猪月君 其间抓住了因为被他家暴 所以跟踪他的前女友 他的前女友跟警方说清了这件事后 就被释放了 可是猪月君却怪在我的身上 不仅解雇了我 还害我的警卫公司差点破产 我不能原谅他 这个案件就终于解决了 真是够波折的 柯南和辉远却注意到了那个小牙妹子 没想到我江湖川柯南 也有因为路人而被降制的一天 这个妹子来者不善啊 虽然社长死了 但毛利小五郎的演讲还是得开 此时另一个重要嘉宾也想象登场 那就是大律师菲英里 真是名流夫妇啊 二人将在后面的访谈中一同出场 另外由于本要出场的朱月君挂了 活动方临时委任 员工小牙妹子 担任访谈时的提问工作 因为小牙妹子在大学里 是学犯罪心理学专业的 跟节目主题还算对口 毛利夫妇对此表示没有意见 访谈就快开始 但是菲英里的休息室里 又出现了几张被石头压住的杂志纸片 员工阿黑要拿去扔屎 被柯南拦住 这时真弹队看完球赛回来了 然后得知他们不在的时候 这里发生了多精彩的事情 柯南表示精彩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然后就给他们分配了一个任务 找杂志 原来柯南把那些无故出现的杂志纸片 结合起来观察后 发现这是某种暗号 而解开暗号的关键 就在于这些纸片所属的杂志 柯南认为这个杂志 应该就在后台不会难找 所以召唤侦探队一起寻找 这时 访谈上负责提问的小牙妹子 终于亮出了她的阴谋 而不亮起了她的镜片 当场提出了一个露骨的问题 毛利先生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毛利大侦探 哦 你说 一年前在某所大学里 有一位教授被杀身亡 担任其助教的 就是我那朋友的哥哥 他被当成了凶手 据说 他的论文涉嫌抄袭教授的著作 他被揭发后 就恼羞成怒的杀了人 不会吧 难道你是 蛤 啊 没什么 那个案子 我有所耳闻 好像已经处理妥当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听到这句话 小牙妹子突然就黑化了 问题大了 那位哥哥 根本不是会抄袭的人 更不会为了这种事去杀人 您不觉得很不合理吗 与此同时 后台的少年侦探队 终于找到了纸片所指的杂志 柯南巴拉巴 解开了暗号 得知小牙妹子 正是为了那件教授被杀案而来 于是 他有毛利的声音 打电话给高牧 叫他去调查一件事 高牧这个脑子也是被对话组给废了 毛利少我狼明明还在台上 也不想想是谁在给他打电话 另一边台上的小牙妹子 叫毛利推理一下 他这个朋友的哥哥 为什么会在被冤枉的情况下 就老老实实认罪了 对此毛利表示 这不是已经结案了吗 而且我也没有插手这件案子 了解的还没你多 咋推啊 没想到妹子脸色一遍 哼 你当然推不出来了 你这个人设崩塌的憋角侦探 你连我留下的杂志暗号都没有解出来 拜托这件事跟毛利没有什么关系吧 而且难道生活中见到什么玩意儿 都要去考虑是不是暗号吗 毛利把事 我很懵逼啊 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你说的这个朋友到底是不是你自己 妹子看来也忍不住了 没错 就是我 那个凶手助教就是我的哥哥 我哥哥其实是被他的律师给背叛了 今天人终于到齐了 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申冤 原来 飞音里就是这个妹子哥哥的律师 案子告破后 妹子的哥哥没有任何挣扎 甚至连减刑的声情都没有 小样妹子觉得那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飞音里在暗中阻挠 背叛了他的哥哥 当然不用猜就知道 这背后肯定有误会 就在这毛利人设崩塌 英里风平被害的时刻 已经查清一切的柯南 赶紧射晕了毛利 然后用毛利的声音 解释了这件事情的来龙虚脉 其实我已经知道 杂志的纸片暗号是什么了 很简单 纸片的页码和杂志的文字 可以对照字母表 抠出一串罗马音 其含义就是飞音里 没错 你就是冲飞音里律师来的 但是你并没有对他动手 而是想借我和这期访谈 为你哥哥证明吧 虽然我并不知道 你哥哥杀人的真正动机 但是我要先告诉你一点 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 韩威就会知道 飞音里律师是不能放弃 为你哥哥辩护的 只有可能是你哥哥 自己解雇了他 恐怕是因为飞音里律师 查出了你哥哥 真正的杀人动机 而那动机对你哥哥来说 是不能说的秘密 所以他放弃了上诉 但是其实飞音里律师 却没有放弃 他一直在私下里继续调查 希望能为你哥哥 找到其他的减刑途径 我不信 你一定是在为他说话 骗狗啊 刷 小鸭妹子亮出了刀子 吃花群众 吓得群友而输 可赶来的搜查一刻 撞个正着 这个访谈经过重重困难 终于还是搞砸了 眼看场面相当失控 再这样下去 小鸭妹子可能就要 走上犯罪的道路了 柯南劝飞音里 还是把真相说出来比较好 口气相当肿迷 你可别忘了 自己只是个女婿 飞里双毛轻蔽 说出了那狗血的故事 这就要从那个被害的教授说起了 其实你哥哥确实没有抄袭论文 而是教授抄袭了他的论文 你哥哥是想找他理论的 所以我哥哥怎么会杀人呢 这就要从你那去世的妈妈说起了 其实你去国外留学的资格 是你妈妈花钱从教授那里买来的 教授说 如果你哥哥把论文的事情抖出去 你留学的事情也会曝光 啊 那我哥哥又为什么会杀人呢 这又要从那个被害的教授说起了 其实他是个老油条了 你妈妈只是被教授唆使的 所以那个教授不仅不担心论文的事情 反而要挟你哥哥继续给他钱 否则就把你留学的事情曝光 所以你的哥哥就为你除了这个后患 完事后也不肯公开自己被威胁的事情来申请践行 否则你让留学的事情就会曝光 你哥哥都是为了你啊 事实证明 千万不要跟柯南这边的人聊动机 你一定会输得一败涂地 听吧 小鸭妹子懊悔不已 泪流满面 愧疚的就想当场自杀 这时沉睡的毛利小五郎突然从座位上摔了下来 把自己给摔醒了 然后一秒制服了举刀自尽的妹子 对于这种断线重灵的场面 毛利显然已经习惯了 此时高木这边也有了进展 原来他去告诉了小鸭的哥哥小鸭的事情 哥哥听后非常后悔 害妹妹这样担心 然后也终于愿意说出动机 为自己争取减刑了 接下来就是毛飞的秀恩爱时刻 妃音里以为是毛利为她解开了麻烦 所以小脸一红 毛利则以为妃音里感动她制止了小阿的自杀 于是也老脸一红 最后妃音里再次为小阿的哥哥申请辩护 结果会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这篇案件就结束了 其实这一部动画原创剧集 动画组还是有点诚意的 虽然剧情推进的莫名其妙 但人物还算鲜活 侦探队和毛利夫妇的人设很准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一集的画风 从主角到路人都画得很洋野 花园特别可爱 妃音里特别美丽 看来对于这部年度收尾片 制作组还是要晚尊的